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3日 阿仙奴三球大炒负贤 周日晚上 英超第27轮阿仙奴做客挑战负贤 上半场 加比尔马加西斯和加比尔马田利尼先后投堆破门 马田奥迪加特补时阶段再进一球 下半场两队均无法改写比数 最终阿仙奴做客3比0大胜负贤 阿仙奴在获胜后继续以5分优势利亚曼城领跑 英超级分榜 比赛开始 15分钟 格列萨卡送出直传 加比尔马田利尼射门被宾特利尼扑出后 被安东尼罗宾逊挡入自家球门 但瓦尔介入后判定这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21分钟 阿仙奴左侧脚球开出 加比尔马加西斯高高跃起 投堆将球顶进 阿仙奴首开记录 26分钟 里安度托沙特进区左路船中 加比尔马田利尼跟进投堆破门 阿仙奴领先2比0 45分钟 里安度托沙特左路再次送出精妙船中 马田奥迪加特跟进轻松破门 阿仙奴在上半场结束时已经摇摇领先至3比0 一边再战 50分钟 阿仙奴打出反击 里安度托沙特在禁区前转身射门 被门将扑住 68分钟 傅贤的角球机会 阿力山大米杜裕 投堆攻门中没弹出 75分钟 加比尔杰西斯后被登场 84分钟 阿仙奴右路打出精彩配合 加比尔杰西斯灵巧转身后 高速跟进至禁区内接应队有传球后射门被宾特利努挡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阿仙奴3比0大吵负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